到时五天面临疫情海啸的中国就要开放边境 全球多个国家纷纷对中国旅客落实防疫措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反枪 这个做法缺乏科学意志 也不合理让人无法接受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 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同时也认为 部分国家采取仅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 缺乏科学依据 一些过度做法更让人不能接受 我们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 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将针对不同情况 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 另外 针对欧盟表明愿意向中国提供免费的新冠肺炎疫苗 毛宁回应说 中国进入疫情防控的新阶段以来 疫苗接种率和救治能力都不断提升 医疗物资也供应充足 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生产线 至今产量超过55亿剂 能够满足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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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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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